美国会众议院1月31日以357比70的压倒性两党投票通过了一项780亿美元的税收法案 该税收法案将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逐步提高可用于退税的抵税额 到2025年将每个儿童的最高抵免额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 并根据2024年和2025年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 保留了家庭收入达到2500元才有资格获得可退还的儿童税收抵免的门槛 根据五党派机构税收政策中心的估计 受益于儿童税收抵免政策变化的家庭在第一年将平均减税680元 此外根据该法案到2025年将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的上限提高12.5% 降低债券融资建筑获得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的门槛 2月1日早些时候一场大暴雨袭击了南加州 导致积水严重许多通勤路段在早晨关闭 随着降雨持续人们担忧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洛杉矶线大部分地区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1到2.5英寸 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3英寸 而且预计还将有更多降雨 暴雨淹没了长滩710高速部分路段 710号高速与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附近道路出现严重积水 汽车和卡车在约2英尺深的积水中艰难前行 随着冷风移动 整个地区迎来了强风 一些震风甚至超过60英里每小时 官方警告可能发生树木倒塌和停电 最新预测显示 预计第二场更强的风暴将于周日晚些时候到来 并带来多日降雨 美FDA1月31日表示 自2021年以来 召回的菲利普SPAP BiPAP和其他呼吸辅助设备 至少与561例死亡有关 还有近12万份涉及其他严重健康问题的报告 这些问题都源于暴露于这些设备释放的 有毒消音泡沫颗粒 在2021年6月首次宣布召回后 菲利普试图修复超过500万台被召回设备中的其中一部分 但维修后的设备也最终被召回 几天前 菲利普在一份监管文件中披露 该公司将停止在美国销售这些设备 并与FDA和司法部达成和解 中国大型房企碧桂圆迫于债务压力再次抛售海外资产 路透社1月31日报道说 碧桂圆已经将其在东伦敦的一处地产开发项目挂牌出售 碧桂圆负债1.4万多亿元人民币 仅次于已经宣布破产的中国最大的地产公司恒大集团的2.24万亿元债务 去年10月碧桂圆因一笔总额达110亿美元的境外债券的债息 未能按时支付而构成了债务违约 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债务违约案例 为了偿还债务 今年1月26日 碧桂圆抛售了他在澳大利亚悉尼附近的一个地产开发项目 彻底退出了澳大利亚 该项目的交易金额为2.4亿澳元 这次在英国出售的地产开发项目的名称为爱尔沙码头 据悉该项目规划建筑952套住宅 总价值约4.5亿英镑 5.5亿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